炒猪肝怎样做才够滑嫩不腥 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这样做出来的炒猪肝非常的滑嫩 而且没有异味 操作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选购猪肝的时候 尽量挑选这种看上去颜色比较鲜红 摸起来比较紧实 闻起来没有异味的猪肝 回来以后给它尽量切得薄一些 越薄越好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小苏打 再来一把面粉 加入稍微多一些白酒或者啤酒 然后用左手给它用力油搓抓洗 这个过程在两分钟以上 小苏打能破坏猪肝的粗纤维组织 能让猪肝变得更加滑嫩 面粉能更好的吸附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能把猪肝清洗得更加干净 白酒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 然后放入流动水中 进行深度的冲洗 我们要选购这种比较扁的母洋葱 母洋葱要比公的洋葱更香 更好吃 从中间切开以后呢 然后给它切成这种比较粗的条状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大家看一下 不能切得太细哦 切好的洋葱用手给它弄散 下一步在炒制的时候能更好的受热均匀 处理好的洋葱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两个螺丝椒增加辣味和清香味 特别能吃辣的可以搞几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马耳朵状就可以了 当然不能吃辣的也可以不放 切好放在一起 搞点大蒜头 切成片 放入碗中 再来点生姜和葱 刚才的猪肝给它冲洗到这种 有一点发白就可以了 然后倒出控水 这里的猪肝尽量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干哦 挤的不是很干的 可以用一条干净的大毛巾 把里面的水分吸干 吸干水分后面腌制才不容易脱浆 加入半勺盐 再来点黑胡椒粉 再来一点点生粉 然后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猪肝就腌制处理好了 碗中半汤勺生抽 半勺辣鲜露 半勺香醋 再来一点点老抽 加入适量料酒 再来点蚝油 一点点盐增加底味 再来点鸡精 再来点白糖 再来一点点生粉 最后再来点芝麻香油 用勺子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这个料汁就提前勾兑好了 提前调料汁的目的 下面在炒猪肝的时候 就不会搞得手忙脚乱的 否则等你把所有调料都放入锅以后 时间太久 猪肝也就老了 下面起锅烧油 当油温到达七成热 倒入刚才腌制处理好的猪肝 保持中大火 勺子推动 让它受热均匀 把猪肝划散 大概十秒左右 把洋葱倒入锅中 然后呢 再给它搅动几下 大概五六秒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出锅控油 不用洗锅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生姜葱蒜 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刚才 滑过油的洋葱和猪肝 保持中大火 给它翻炒几下 然后就把刚才调好的料汁 倒入锅中 无需等待 继续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加快汁券裹匀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 那么一道非常简单 美味的炒猪肝 制作完成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这三年以来 对我一路的支持 2024年我们依然努力